经济师下调了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三个月前预测的增长1.5% 调低到只有0.6%的增幅 金融管理局发布最新的经济师调查报告 21名经济师中大部分认为 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介于0%到0.9% 2021年的经济预料会增长2% 经济师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是 2019冠状病毒疫情 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会影响经济 报告指出 如果冠状病毒疫情获得控制 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而全球中央银行如果联手放宽货币政策 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方面经济师预期 本地今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是0.8% 比先前的预测调低了0.1个百分点 核心通胀率也从之前预测的1.2%下调到了0.9% 就会助这个验的预算